花蓮摄影学会从3月份开始 在洁安浩克艺术村举办 美在花蓮镜头下摄影连展 而其中包含了花蓮无数的三川景观 以及人文之美 一共带来50多件的作品 而洁安乡长游书贞也邀请乡亲 一同前往浩克艺术村 透过镜头欣赏花蓮之美 不管是三川美景 还是在地的人文风貌 一幅幅摄影创作 全都把花蓮给记录下来 这是花蓮摄影学会从3月份开始 在洁安浩克艺术村所举办的 美在花蓮镜头下摄影连展 总共集结33位会员 展出53件精彩作品 希望透过不同角度 让观者看见不一样的花蓮 因为也是因为疫情 大家就比较少出去外拍 就受限制了 那花蓮本地我们还是拍了不少 所以就以花蓮美在花蓮为主题 在这个展览期间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花蓮县摄影学会的作品呢 都是厉害的 因为我们已经60几年的这个传承了 所以有很多的老师们 所以我们呢也会办 我们经常每个月都有办那个讲座 花蓮摄影学会 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 透过镜头的光影 传达出各自的见闻与感受 让每一张照片背后 都蕴藏着独特的情感与故事 而理事长林佑瑞也表示 摄影创作不应被器材所设限 鼓励民众即使是利用手机 也能尝试将所见所闻捕捉下来 如果有更深的兴趣 学会在4月底也将举办数位摄影研习班 期待引发更多人接触认识摄影 记者徐立青 吉安湘报导